今天是3月12号航行的第116天 我现在航行在印尼的迅达海峡 也就是结束了印度洋的航行 那么眼前在我前方海面上这四座岛屿的区域 就是印尼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卡拉托卡火山 那么当时在1883年的一次著名的喷发 据说在5000公里之外的印度洋上的毛里修饰都能感受得到 其实当时在这是喷发之前 这个岛是一个主岛 是一个岛 经过这是喷发 整个岛塌陷下来 也就是外围的三个岛是塌陷以后形成的现状 那么中间的那个岛是火山岩堆积 火山喷发出的火山岩堆积形成的 看起来这个火山还是个火火山 我看远处中间这个火山岩堆积出来火山岩的山顶上有 似乎有还有喷发的烟雾出来 但不管怎么样 据说在平时这个时候 这个岛是潜水的非常好的地方 那么也可以看到这四个岛当中 只有中间这个岛是孤零零的没有植被 那么周边的三个岛是还是绿树重忧 绿晕重忧的 说明当时这个主岛的形成的形状是塌陷之后 他们的植被保留下来 那么中间这个火山岩堆积的岛是没有植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